Hello大家好,我是小鱼匠 在韩美容博士 5分钟带你快速了解韩国医美 我们做医美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 那必然是抗衰和美容 而首先体现一个人衰老的就是下垂和皱纹 很多人认为皮肤下垂只能是通过拉皮来解决 那么如果不想开刀 就没有别的办法达到抗衰提升的效果了吗 在韩国呢 是不想进行拉皮的人群当中最受欢迎的项目 就是埋线和提升了 埋线提升是无需开刀的 而且术后也可以达到比较长的面部提升的效果 一般来说埋线提升使用的线呢 一共分为两种 分别是可溶解线和不可溶解的线 但不可溶解的线的弊端呢 就在于随着我们的自然老化 皮肤是会变薄的 因此会导致不可溶解的线形状会透过皮肤会显现出来 而且有可能会引起不自然的这种拉扯感 因此一般来说大多数人啊 可以选择这种可溶线进行埋线提升 那么在韩国最常见且最受欢迎的可溶线都有哪些呢 那第一种呢就是Anker蛋白线 相对来说呢是比较评价的 这种蛋白线上会有很小小的这种击凸 并且是顿针操作 可以将所需提拉的部分的皮肤 牢牢的固定在这个筋膜层上 改善松弛下垂的皮肤的同时 也会促进皮肤的胶原蛋白和纤维蛋白的增加 肌肤状态也会更加年轻 效果一般可以持续一年到一年半左右 那第二种呢就是铃铛线 现在韩国医院最常见使用的埋线品种 铃铛线在上面带有这种圆锥形的立体型的铃铛 从线的中央部分为起点 以一个倒微字形进行埋线 可以达到有效提拉我们下垂的皮肤的效果 由于铃铛线呢是从3D立体的圆锥形 因此可以对铃铛线进行360度的调整 术后也就可以得到自然立体的提拉效果 铃铛线被人体吸收之后 还会刺激肌肤的胶原蛋白和弹力纤维的生成 以此来保持皮肤的弹性 术后的效果一般可以持续两年左右 当然了埋线提升所使用的这种可溶线的种类 还有很多很多 除了这两种线之外 根据我们脸部的弹性和老化的程度呢 是利用适合各个部位的多种可溶线 进行个人定制设计 可以更好的实现自然脸部线条的流畅化 增加皮肤弹性和立体感的效果 最近在韩国还有一种新型的埋线提升方法 参称迷你拉皮术 就是我们在这个太阳穴的上方 将上面的皮肤部分微创之后 通过向上埋线的方法 对下垂的皮肤进行提拉 不用像拉皮一样担心疤痕啊 还有湿束之后 马上就可以进行日常的生活 还可以规避掉 以往面部埋线提升出现的一些副作用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